正二手術第十五天 童年相機模式 關閉一半 關閉一半 這是第十五天的樣子 每天都不一樣 所以自己每天照鏡子就覺得有趣 一直按摩給它消 嘴唇現在比較有力了 側面還有一點點飛飛的 這裡 在這邊簡單回復一下大家的問題 這幾天很多人密我 太多了 說我正二手術哪裡做的 鳳華診所 我是給姓明吉院長看的 很Nice的一個醫生 因為我的上顎下顎都有動刀 我的狀況也比較複雜也比較遠 開咬的問題也很嚴重 所以我的費用大概落在四十萬左右 每個人因人而異 費用都不一樣 再來還有一個問題也很重要 我一定要在這邊回復大家 很多人都關心我 剛才酸腫痛 正式回復大家 欸 酸腫 欸 但是痛是不會了 不會痛喔 我全程到現在十五天了 我從動刀完之後 唯一有痛過就是我沒有按時吃藥 止痛消炎的我兩包沒有吃 隔兩個小時之後就開始 除了腫之外還會痛 就很像牙齒整排蛀牙 突然全部牙痛 這種痛 嗯之後我要吃下去之後 半個小時它又沒有感覺了 一生開怎麼樣的量 就乖乖吃 會痠會腫會麻都是很正常的 像我到現在也還沒完全退麻 可是每天都有趕得退 我運動量很大 大家一定都知道 因為我咬字 但之前差很多 所以現在還要習慣當中 舌頭原本很長 現在會慢慢縮短 這件事很神奇 舌頭會因為口腔的不同 而大小改變 之前攤開 現在要縮起來 所以我 比較不靈活一點 比較小聲一點點 沒關係 這個嘴唇等它退麻了之後 就可以慢慢練回來 謝謝大家關心喔 我是香蕉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嗯 重裂 嗯 好吃 嗯 嗯 嗯 因為 故隍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